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 讲讲Altcoins 怎么样去布局Altcoins在这个牛市里面 然后当然会做一点 一点点的矿股更新 然后这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说 怎么样子能够在这轮牛市当中 能够10倍 到1000倍你的本金 这其实是Altcoins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 那么第一件事还是回过头来 我们要讲讲那个比特币ETF的事情 因为比特币是所有 这个币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标的 所有东西都要跟踪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是我今天解的一个图 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看 最上面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有38个Billion 就是又比上次又多了好像两个Billion 然后你可以看到BlackRock 和Fidelity又开始多了 上周我们在更新的时候 这个部分只有36个Billion 你看到这里就36个Billion 那时候BlackRock和Fidelity 还只有3到2个Billion 所以这两周又流入了 大概可能有两三个Billion进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流速进去 就会持续的维持币价 然后把它推高上去 那么说到币价 我们就来看看币价的走势图 那么这就是比特币的走势图 它跟我上次预测一样 它涨到了这个52,000这个位置 就开始盘整了 然后接下来如果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可能就是往上到6万这个位置走了 那么接下来我是怎么预测的呢 我大概是这个想法 就是说它可能会因为比特币的 那个ETF的资金持续流入 然后它可能会一直这样往上走 然后慢慢慢慢这样grind上去 或者有可能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很长时间的盘整 然后到了可能减半前的一个月 三月中三月底 然后突然蹦上去 蹦到这个6万 然后大家蹦到6万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以为它要破新高了 但是我觉得having之前破新高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的基础判断是它会在having之后 因为having之后会有一些就是疑虑和动荡 然后它就会跌下来 然后可能会从6万这个位置跌到48,000左右 这个不是个20%的跌幅 不排数会跌到更低 然后再往上走 然后再重新重回牛市 通常在之前的几轮周期里面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它在减半的时候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事情发生 有点sell the news的感觉 然后它会先低一波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这次having可能不一样 然后可能不像以前那么走 然后可能会有些传言说 这次的牛市可能会变得更短 之类之类的各种各种噪音会出现 然后它就会就会往下跌一下 回撤一下 但最后还是会按照原本的那个周期那样走 所以这是我目前来说对于比特币的一个猜测和判断吧 当然我们还是要也走一步看一步 就是每天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展 比如说它突然涨到6万以上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得重新调整一下 我的这个对比特币的看法 但目前它只要没有 那个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就还是按照大概的想法 就是比特币的ETF会维持 它的币价不很难 不是那么容易大跌 然后就会在减半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形成一个突破新高的希望 然后就开始跌下来 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 然后我这里写了一个20% 就是说这个回撤是20% 所以大家要准备好 就是说随时都可能会有个20%的那种回撤 然后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 你要不要加仓对不对 或者说你要不要做一些交易的问题 那我后面会讲 就是怎么样子去交易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去保卫一下波段 这个矿股里面 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聊聊矿股 最主要还是聊聊我的最大持仓MARA 然后MARA呢 因为这前段时间 它的矿池 其实它的效率很低的 它基本上就直接断电了 然后基本上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挖到新的区块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是 它一直在给我们做更新 从2月15号就开始说update 然后19号再update 然后最后现在是说在最新的update里面 是19号的一个update里面说 他们已经恢复到了21号里面 恢复到了20.4个xh 我看到最新的推特上的一个po好像是已经恢复到了24到25左右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已经恢复了它基本上应该有的运营的xhash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点要提的就是说MARA在这周会公布它的财报 那么我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些矿股里面他们的 他们的priced in就是他们有多少的信息是被priced in了 所以其实这个财报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次2月份的时候断了断了那个电 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他在那个财报的那个时候的表现 这个也需要去观察一下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种communication 我是觉得很喜欢的就是说他会一直告诉你说我最近做了什么 然后再怎么样去解决我的问题 你这样的话对作为投资者你就很有信心对这家公司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更新就是说MARA 他推出了这个叫slipstream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其实是干什么 就是说他在他是在利用比特币本身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共识和这种信任的机制 就大家对对比特币网络的信任 然后他想要处理一些就是说特殊的就是说交易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最近有那个brc20嘛 就brc20就是说那比特币他如果能够开发出其他的应用 那会更加有利对吧 那之前就有人说能不能在他里面塞一些其他的文件 你可以把理解为就是说你比如说去做快递 然后你的快递包裹比如说比较大 然后起心怪状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公司会不处理 对不受理 那不受理的话你这些东西就做不成 所有的矿机也不会去验证你的这个交易 因为你的这个交易可能数据量太大或者之类的之类的 然后他那么这样的交易就没有法通过 对吧 那他就想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就是如果说有这种奇形怪状的交易 是需要被满足的 那么你可以通过把这个申请提交到Mora 这个他的矿池里面 他的pool里面 然后他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来给所有的网络做一个更新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实验 那么当然我听了那个就是后面的一个就是管理层的一个采访 就是他们在推特上面有一个更新一个采访 就说他们的目的呢是为了增加这个比特币这个网络的就任性和这个就是可用性吧 就是说因为你你只要有个越来越多的不同的那个交易能够在这个网络上面实现的话 那么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用处就会越大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促使更多的人用比特币 然后这就会促使对Mora来说的话 他就会获得更多的营收 对吧这就是这就是他能够获得更多营收的一个一个另外一个办法 就除了就是说和其他的公司一样不停的就是说比那个谁的效率更高 买更新的矿机买更大的就是说 那个那个发电的那个那个场所设施对吧 那个他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让他的单位的那个那个营收增大 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当然里面就会有一些人就是担忧忧虑 就是说你这样会不会影响这网络的安全呢 会不会让你的那个你的力量比较大之类的 那他们就提到几个点 就比如说因为他的这个技术首先不是他第一个做出来的 已经有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挖矿挖矿的那个机构公司 可能是那个私人的我们不太知道的那个机构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不是第一个他只是把它公开化 让所有的人那个能够就是你申请 然后我就审批他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做一个裁决者 我不会说你这个交易可以做 那个交易不可以做 他会变成就是说你大家都来 然后你只要给的价格高 我就优先处理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形式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多赚点那个交易费 所以对这个对于猫来说整体来说是个好处 然后他们也说就是说这个实验也在看 就他们也不知道对这个需求怎么样 然后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额外的外溢效应 那么如果有一些对比特币网络整个不好的 比如说最严重的话就是信任危机 对吧那如果是信任危机的话 那他们肯定会去就是关掉这个东西 然后不做了对吧 然后他们也说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需很大的话 其实因为它不是个新东西 所以很多的其他矿石都可以去复制它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技术含量还是有的 他们说他们花了一周都是不睡觉的去开发这个东西 就是技术含量是有的 但是只要有利可图 那有利可图的话就会有其他人去模仿 然后一旦没有模仿的话就有竞争 那有竞争的话那MARA就不会有那么大的 那个优势了 但是目前它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我们知道的矿池 公开的 所以这对它来说暂时来说是个是个利好 然后我们来接下来就会看看这个 slipstream会怎么样去影响它的每一个月的这个这个业绩 如果都能像去年12月那样 那百分之三十几的那个挖矿的币都是手续费来的话 那对于MARA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就是说提振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那个可能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那个矿股的交易计划 就是说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交易计划 我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做个参考 但是这不是投资建议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首先呢就是加仓的计划 那么回撤10%的时候呢 在这类优势当中我就会考虑加仓 这是这是这是第一个要点 但是它我考虑加仓有几个不同的就是考量 第一个是比特币如果没动 然后是纳指回撤拖累了矿股 因为其实矿股还受纳指的影响了 受科技股的影响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大胆的加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基本面风险的东西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大盘拖累的一个问题 这其实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说大盘 比如最近我们都知道英伟达涨得很厉害 那如果英伟达因为某些问题或者整个大盘 因为某些就是正常的回撤回撤个5% 导致那矿股回撤10% 那这个时候就大胆的加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比特币下跌 然后它跌到支撑位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去加这个矿股 然后到时会看看矿股是怎么表现的吧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它是跟着走的话 那比特币跌到支撑位 准备感觉准备要反弹了 那我这时候先加一点 但是这里面的幅度就是一定要是矿股 跌了10%以上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会放弃闪崩 就比如说比特币突然有一天跌5%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又回去了 那我可能就不会动它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矿股是增发 新股下跌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看它增发是为了什么 它如果增发是为了增长 那果断就是说可以加仓 这个CleanSpark就做了很多次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增发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现在的就是利率很高 你只要是借钱的话 其实对我们投资来说更难受 因为你会破坏公司的现金仓位 所以你发新股的话 只要能够 只要你的增长计划 最后能够提升回报的话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是为了强化流动性的话 我就不加 而且这个是个危险信号 什么叫强化流动性 就是比如说它现在现金不太够 然后它发的新股 然后这个新股是为了 比如说让它的就是流动资金 流动资产变得更加的就是多一些 我的应对就是接下来的风险 这个我可能觉得在减半之前 可能会有一些公司会这么这么做 那这其实就是他们可能很难度过 减半后的这个这个过程的一个一个信号 所以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有这样的股票 可能还需要考虑要不要把它出掉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然后第三个就是 第四个就是运营 矿股运营出问题 那在情况下下跌那就不加 因为我这个里面分很多种情况 但是我很难去判断 因为我们作为就是散户 很难去判断它到底是 这个运营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然后要维修的话要维修多久 像Mara这次也花了大概两周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也挺挺挺久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它是因为这个问题下跌的话 不假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放弃这种 这个东西 你不需要冒这个风险 然后如果其他的消息 就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比如说他去收购一些 设施 买一些矿机 做一些管理层一些变动之类的 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基本速度是不假 就是我觉得前面几个就已经 前面几个是一个就机会比较稳 稳当的一个想法 后面的就是说很难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对公司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 所以我的基本速度就是不要动它 就是要不的话也太多的 就是说那个策略 然后自己也会管不过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卖出的计划 就是说那我们大家都是为了那个获利 大家都是为了获利 那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从这个 矿股里面退出 对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需要有一个 就是很严密的退出计划 然后要严格的执行 这样才不会就是报这个矿股 然后又走一下 又走一下熊市 一路拿一路跌对吧 又跌个90% 那么所以我的基本上就从币价 时间和技术面的三重考虑 我之前的第一期视频的时候也有讲过 然后这次呢就是重新讲一遍 但是我做了一点小级的调整 就是第一个就是比特币要达到20万的目标价 我就会卖出所有的仓位 20万我之前的那个第一期视频说的是15万 但经过这段时间 因为比特币ETF的就是说流入 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所以我就相对来说呢 调高了一点那个那个目标价的价格 这个没有问题 是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就是说保险吧 两个保险来促使我卖出 第二个就是说 Having周一的一年半就会卖出 就是2025年的Q3Q4 大概是在90月份吧 这个这个区间 因为呢就是说你在每一次那个比特币牛市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在减半之后的一年半左右就会到达顶峰 就是过去两三人牛市都是这么这么走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如果没有出意外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就假设他按照原来的这个路径去走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原来的路径走的话 我们就在Q3Q4就会卖掉 不管他有没有达到20万这个目标的话 他只要达到这个时间线 我就会考虑就是说卖掉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跌破Bull market support band 大家可以在tradingview上面找到这个东西 只要打这个Bull market support band 就会找到这个indicator 然后我在第一期视频也有分享过 就是说那个indicator会怎么样去走 但是一般来说 只要在牛市的情况下那个比特币是不会跌穿这个线的 但只要一旦跌穿的话 基本上就走熊了 所以就是说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况 因为你只要跌破Bull market support band的话 其实你你的那个就是说你这个时候才卖出的话 你这个时候其实是离高点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就是你其实损失了很大一分利润 所以这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但其实你起码可以收获就是从底部涨上来的一部分涨幅 就是你可以可能获得6分 但是损失4分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跌破Bull market support band是在什么情况会出现的 就是说他既没有达到20万的目标 又没有到一年半 大概已经跌破了 那就说明这个比特币的基本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考虑 所以这是我大概整体的退出计划 然后第三个就是波段计划 就是说如果说你 如果说那个走势突然变得很极端 那可能有一定的就是说可以套利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多赚一点点吧 但这个我其实挺佛系的 就是说看到这个机会 那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我就做 如果错过了 我就错过了 我没有很想要每次都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因为我有很多的 就是说矿股的leap cost 就是那种长期的一年以上的看涨期群 我基本上都买的是2026年1月份的 还有这个2025年12月份的那个那个长期的期权 然后我如果说那个矿股在短时间内 比如两三天内涨超60% 或者翻倍这样子的那个走势的话 那我就会考虑比如说出掉10%的看涨期权 然后等到它回调的时候接回 这是一个目前的想法 然后我还可能需要去验证一下 就是说因为之前就是cleanspark 有有有前前段时间就这么干了 这两天涨了70% 然后然后又又现在又回调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这个波段的 看看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基本上把这些现在的仓位持有到 就是说卖出计划那个那个那个区间 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那个那个获利的那个倍数了 所以我也不担心这个也不考虑 也不太就是说想要追求这个这个极致的这个最大化回报吧 因为这样可能反而风险会更大一些 你如果卖了然后它空了 接不回来了 那就有点有点惨了对吧 好然后我们下面就来讲讲all coins 如何布局all coins 但在讲这部分之前 我必须要明确一个事实 那就是99.9%的all coins都是炒作 这就是现实 这是这个行业的现实 我不管我们对于比特币 对于区块链这个技术有多大的信仰 有多大的信心 我不否认这里面有很多的新技术正在努力的开发 努力的诞生 但是在没论牛市里面 这99.9%都是炒作 而且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这种牛市当中 找到那个炒作最强的板块 然后在里面获取最大的收益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好下面我们就来讲 那么这个布局呢 主要是分三步走 第一个呢 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narratives 你要把那概念 罗列清楚 把那概念找到 找到那个最火的概念 最火的板块 你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涨幅 第二个就是project details 项目内容 他说这个all coins到底是做什么的 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里面的团队是什么样子的 我后面会讲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tokenomics 就是代币经济 就是他现在的代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好下面我们就来开始第一个部分 就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布局out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概念的选择 那么概念选择我这里选了大概有六个 然后当然我可能在牛市的后期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出来 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目前来说最火的就是这六个 我觉得把握好这六个已经足够让很多人就是说获得很大的一个收益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layer2 scaling相关 就是其实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 他们最大的两个最大的那个区块链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规模很难变大 就是他们的速度不够快 然后交易的那个速率不够 所以会有不停的会有新的技术 想要让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架构能够让它变得更有效率 所以就是layer2然后scaling相关的那个那个那个标的 那里面就包括了injective啦 这些这些这些 solana啦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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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这个all coins 然后第二个就是gaming gaming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上一次牛市的时候已经尝到了甜头 大家都知道就xinfinity 就是就那时候东南亚的很多人都是靠这个 赚这个xinfinity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potion那个那个token来来威生的了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就是说那种真的是高级的游戏 就像那call of duty像counterstrike这样的一个高级的 就是大片的游戏会出炉 那比如说现在比较比较做的比较完整的 就是叫做off the grid 你看到这个graphics就是这样子 它已经像一个真正的就是说大型的游戏 然后呢你在里面就是可以有nft可以真的赚钱 然后这里面如果说真的变得火的话 像比如像英雄联盟那样火 像像像这些大游戏这么火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经济产值有多大可想而知 所以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又非常贴合这个区块链本身的这种 这个生态的一个一个概念 然后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就是不用多说 最近投资最火的人工智能 包括英伟达包括那个微软都是 包括open AI都是在炒人工智能这个概念 所以人工智能概念在我们股票市场会炒 那么区块链市场一定会炒 那么这本就包括了render啊 那个那个arc network啊 还有还有singularity net啦 这些这些标的都是一些很很重要的 这个这个AI概念的这个outcoins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 接着第四个呢就是brc20 就是我之前讲这个比特币那个 它的新的一个生态 就是大家都想要在比特币上面挖掘 它的一些新功能 那就包括别特币的比特币的NFT 有没有办法诞生出一些新的生态 像以太坊一样 大家都在尝试 然后所以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比较比较火的一个概念 可以去多多关注 但是这个地方呢 里面的背后的这个技术含量呢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高危险 所以呢不太那么好理解 对吧 所以这其实这个和scaling差不多 就这两个是就是说 技术不是很好理解的第一一个部分 然后第五个就是real world assets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叫deepin 就是decentralized infrastructur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那就包括比如说我的电网 对吧 有一些real world assets 是拿那个美国国债 对吧 或者拿一些私募基金 然后把它变成代币化 让所有的每个人都能够参与 对吧 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就知道就在于我如何能够让一些 没有办法参与的东西 让普通人都能够参与 就是那个real world assets 或者deepin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去想去看它的想要空间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defa 就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去中气化金融 那大家都知道了 包括各种借贷 这种各种期权 那个衍生品产品都会有出现 还有就是各种交易所 这个概念呢 还是会继续炒一波的 因为这是跟比特币生态本身 就是很贴合的 这种炒作生态很贴合的一个概念 所以还是会被继续炒一波 那么所有这些概念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你要去问自己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概念 下面的这些all coins里面 你是否有足够的想象空间 它的市场规模 能够想象 你不用计算 但是你可以想到 它可能被很多人用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炒起来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问自己的 就每一个当你看到一个all coin 然后看到它有那个 还有属于这个概念 那你就去想 这概念和它这个coin本身 是否有足够的想象空间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关于 就是项目内容的问题 那么项目内容里面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就比如说创始团队是否牛逼 背书的机构是否牛逼 然后比如说你有那个赵长鹏 对吧 这种Binance的Bn的创始人 背书的机构 或者是背书的创始团队 那你肯定是会被炒作的 肯定是会大家出会涌入 因为大家都相信 CZ的眼光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它的科技 看起来听起来是否有足够的颠覆性 比如说我那个看到有一个就是说 专门做那个就是共享的file sharing 那个其实像dropbox一样 但是它把它那个去中心化 好像是叫file coin 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就是说 它虽然不是很 它虽然不是很新 但是它挺有颠覆性的 就如果说我能够把我的 那个 电脑的这些空闲的空间 那个共享出去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很 然后通过这样的共享 赚点钱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应用场景 是其实挺广的 不管它之后有没有可能这么实现 但起码它想象出来的应用场景 是很广的 然后就到了第四个部分 就是肯定应用市场是否看起来很大 对吧 那你可以对标已经存在的中心化项目 就我刚刚举例的dropbox 那你那像那个ark那个network的话 akt network的话 它是把GPU的算力 那个做一个众筹 然后让你可以用一个大的 一个GPU的网络去做这些事情 render也是这样子 但是render主要是负责在 那个3D的这个graphics 3D的这个图像上面 所以这些都是中心化的项目里面 你可以做去中心化的版本 那这可能也是一个 很容易被炒起来的一个东西 因为已经被验证过了 所以市场就很容易认可这个项目 它只是从一个形式上 做的一个区别而已 然后第五个就是说 是否很强的社媒关注 比如说这些个项目 它一般来说都会在 ark上面有一个账户 然后它如果上面有多少个粉丝 如果超过10万的话 那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项目 那但是一般来说呢 你大概如果是10 也就1万以下的 就基本上不考虑了 就会有点太偏小了 但一般来说就是1万以上的话 就可以稍微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呢就第六个就是 它是否有定期的项目更新 就是它会说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all coins它都会有白皮书 它都会有它的就是说它的计划 它的它的路径 它的开发路径 它的那个代币路径 代币路径之后会说 但是你要去看它是否有这些更新 然后它每次的活动 有没有说一些什么事情 它怎么分发它的币之类的 几八道的 只要它不停的有更新 就说明创造团队在干活 而不是就说发一个东西 然后这东西就卷一波羊毛就走了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 那个代币经济的问题 Tokenomics的问题 就是初始代币是如何分配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创造团队 是否依然持有大量的代币 这个是个危险性 就是如果说他们还有大量代币的话 很有可能变成一个 就是说割韭菜的一个行为 就是他们会在炒得很高的时候 他们会大量卖出 这样会让我们这些 就是散户的话成为一个backholder 就成为我们就套牢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最好就是创造团队持有一定的币 他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币 这样才有这样的那个利益 那个挂钩 但是它不能持有大量的币 不能超50%以上 对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说20% 25%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体量 然后未来的代币分发和销毁机制是什么 特别是就是说它这个币有没有上限 对吧 我们知道比特币是有一个上限的 2700万个 然后以太坊是没有上限的 但它是有个很强的销毁机制 越用越销毁 所以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通缩的 然后有一些币呢 就是没有上限 有些币是通缩的 有些币是怎么 有时币是固定上限的 大家都要去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 为了有没有解禁的时间表 就是每一个 就像我们公司高管解禁一样 那个all coins也会有解禁的时间表 你要去看 它的解禁时间是什么样子 然后在这个牛市里面 它的通胀率大概是多少 包括就是比如说 它有上限或者会通缩的 这些all coins里面 它都可能会在前段时间是通胀的 后面段时间才是通缩的 或者才是就是说去通胀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代币是否实际有用 就很多代币呢 它其实是一个 那个就是governance token 什么叫governance token 就是说它是个 就是治理的一个代币 就是说它只是负责投票 你基本上不会用在这个生态里面 那么这样的代币 其实它的用处就不是很大 它除了投票权 它没有其他的作用的情况下呢 就就不是那么的好 它的用处不大 那么它的价值就炒得不高 所以就是你是否要看到 它是否有实际的效用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怎么样去找到这些东西呢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render 它的白皮书里面就会写 它现在有多少个 那个token已经出来了 然后它准备最上限 是要发行多少个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有5.36亿个 然后它已经它已经发行了 那个 那个 那个1亿多个给整个整个公众 对吧 然后 它现在 它allocation是怎么样 它有25%是卖出去的 10%是hold and reserve 然后65%是在encrow里面 就是在这个network里面是用的 在这个生态里面是用的 然后它会 它这个encrow 是在一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里面 所以跟创始人又没有什么 又没有关系 控制人控制不了 这个东西是白皮书上面会有写的 然后每个项目都会有写这些东西 所以都要去看 才能够认真的去知道你的风险是什么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解禁机制 就是这个网站 tokens unlock 但是这个网站是要付费的 我这里也不是跟它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 就是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可以给你这样的信息 所以你这个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 在哪些关键节点 需要注意一下你的all coins 比如说它在解禁的前夕 你是不是需要去套线 然后就立场走人了 对吧 这个是可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不得不讲的 就是meme coins了 meme coins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 就是去块链生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的了 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coin market cap 这里有写 就是说它的market cap 已经是22个billion了 223个亿 对吧 其实挺大的 然后dogecoin是第10个 那个all coins 然后西北印度是第18个 Bunk是第99个 PayPay是116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们就是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江山 然后它们的trading volume也很大 所以你 它的炒子空间是有很大的 它没有什么基本面 但它就是有很多的炒子空间 而且它有个点就在于就是说 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可能跟其他的coin 没有什么相关性 它完全是个情绪面主导的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火 它就被炒起来 所以有可能会在你的持仓里面 取得一个分散风险的作用 其实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 那么了解的目的在于就是说 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点 才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all coins 比较好的meme coins 那么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 它是否很强的记忆点 比如说那个Shiba Inu 比如说那个Dogecoin 那几个表情 把我们都是玩了很多年很多年的 所以它就广为流传 大家都很知道 那比如说很强的记忆点 包括哈利波特 包括灌篮高手 这些我们可能很熟悉的 这些大家都龙珠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有很多粉丝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就很容易被炒起来 被粉丝炒起来 包括如果你出一个什么 Taylor Swift的coin 出一个Justin Bieber的coin 我估计都很多人会去炒它 所以就是它是否很强的记忆点 它是否受到大家的喜爱 或者讨厌 也可以 这个是两面心都有 然后它有没有什么驱动性事件 这里面其实我想要特别讲的 就是我最近买的 我之前在community分享的 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买了川普 川普币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是0.66美元买的 然后就买了200块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看到了 川普赢下了爱荷华 和赢下了新海培市 我觉得 而且它名调那么高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说 它会一路很有可能就变成 川普再会 对吧 川普和拜登 再一次这个见面 所以这个其实就有炒作空间 就是它只要每一次都赢的话 它就会继续往上走 所以这是我一个 就是说单纯的一个小小的赌注 小小的就是支持一下 或者之类的 就是一个想法 然后直到就是说可能在大选期 我就会把它抛掉 就是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清晰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有其他的就是命运框 大家看到什么逻辑 比如说 那个要出一个新的电影 然后它有相关的这个 这个就奥库 那我觉得可以 可以 可能就是一个可以玩的一个 一个地方 但是这里面 就是一定要放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仓位 就是拿来就是说玩的钱 然后下面就我讲一下 就是说那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持仓 就假设你有1万的那个美金 那你打算怎么分配呢 就是我会这么分配 我觉得会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是首先是50% 放在了最大的两个空里面 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保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比特币在现在一切是5万嘛 那你接下来到15万 可能有个三倍左右的涨幅 你可以保证有个三倍的涨幅 然后以太坊可能会更高一点 可能有个五倍左右 那现在是两三千左右 然后可能会变成15000 所以就是两 就是会有个三到五倍左右的涨幅 的话呢 你起码保证了你这个5000块钱 你可以变成1500 也就是一个50%的回报 是一个锁定住的 就比较确定性 很强的一个部分 那这样的话 起码你后面那部分 就是全没了 也没有关系 但是后面的部分 肯定不会全没 因为Large Cap Out 就是很难全没 比如说你的Chain Link 不是你的Cardano Solana 对吧 就很难 这些东西已经是成为生态的一部分了 它很难就是直接归零 所以可能最多就是下跌 但它不会归零 所以你肯定也肯定不会 不会那个全没的 最有可能会全没的话 是Small Cap和MemeCoin 所以为什么我只放了15%在里面 就是这里面就是1500 那1500没了就没了 就无所谓了 然后你Mid Cap的话 Mid Cap就包括了一些 比如说Render 比如说那个 对 这里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我对于就是Large Cap Mid Cap和Small Cap的定义 这个可能会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个Large Cap的话 一般来说是指的是一个Billion以上的 就是Large Cap 然后呢 Mid Cap呢 是指就是说100个Million以上的 就是Mid Cap 然后100个Million以下的就要Small Cap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这些各种all coins里面 你的你可能看好的那几个coin呢 属于哪个标的 然后你可以大概有这么个想法 就是说 Large Cap的话呢 在这个牛市当中呢 基本上10倍是它的上限 10倍到15倍是它的上限 就基本上不会超过太多了 然后Mid Cap呢 可能有个20到30倍左右 然后Small Cap的话 可能可以到100到1000倍都有可能 这个很难讲 就是Small Cap 有些就一个Million 然后它突然变成一个Billion 都有可能的 Million更夸张了 它对吧 它有可能就是涨个 涨个1000多倍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可以去参考的一个 就是说涨幅的一个区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可能有些观众会问到 就是说如何买币这个问题 对吧 如何买币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去看 CoinMarketCap或者CoinGecko 它们下面有一个就Market的地方 我这里举到Singularity SingularityNet AGIX这个all coins 然后你在Market这个部分就会看到 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Market 然后一般来说 你在这里面有还分CEX和DX 其实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和去中心化交易所 比如说我们看到Binance GateIO Coin都是中心化的 然后Uniswap就是去中心化的 然后你一般来说你会看到 就是Debt和那个Volume 就是这里面就是说 那前几个就是说它属于中心比较好的 你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然后如果再往下的话 就是不太好的 然后你可以从交易所里面看到就是说 这个项目的成熟程度 对一般来说呢 一个好的项目 如果要非常非常大的倍数的增长的话 它一般已经 它一般还没有 就是说来到这些中心化的 这些大的交易所里面去被交易 所以这里面也是需要去看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的 你的all coin已经在交易所上面了的话 它的涨幅可能会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夸张 可能要上个百倍的话比较难 然后另外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需要讲的 就是说如果要选择那些 就是涨幅特别高的那些all coins 就是100倍以上的那些all coins的话 50倍100倍以上的 通常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没有经历不牛市的 就是说它是刚出现 然后这一轮周期才刚出现的一 coin 一般来说在很多all coins 在走了一轮牛市之后 它很难去破一个新高 因为它已经被炒了一轮了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对它有预期了 所以其实它在最高点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是套牢 想要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走人的 这个时候它可能很容易就是 走到那个原来的那个前高的那个位置 然后就很多人卖掉 然后很多人就是说 那个我终于那个摊回成本了 对吧 然后就跑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其实很难掌握前高的 你要找的那些 如果真的要几十倍几百倍的 那个all coins的话 一定要找那个还没有经过牛市的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如何发掘下一个1000倍的all coins 对吧 大家都想知道 那么我这里分享几个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主要都是通过那个act上面去看不同的就是标的 然后你自己再去做research 基本上这就是这个流程 然后act上面就有很多的就是不同的人会给你介绍不同的这个all coins的项目 有机会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youtuber 比如说virtual bacon是我很喜欢的一个youtuber 我觉得他挺实在的 而且他那个他的分享很深入 他会从他不是那种光靠技术面 叫给你看那个曲线这样子给你画几条线就结束了 他要真的分析到里面的创造团队是什么样子的 他有什么历史 他们这个怎么用的 然后里面的一些技术要点 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就是做一个他原本是技术背景的嘛 所以他有一些就是可以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一些难点 我可能理解不了的 然后就包括theall coin daily 不过这个theall coin daily有更多的是炒作的成分 娱乐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但是还是他是一个平好的一个一个一个信息渠道 可以去获得一个就是说 而且他更新比较密 所以你可以获得更多的就是说信息 然后其实你在那个那个推特上面 你可以还有还有youtube上面 你找到很多很多的channel去讲这些事情 包括我的这个channel也是也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这些是需要去挖掘的 然后呢你挖掘完之后呢就要自己去做研究 从narrative的角度 从这个项目的角度 从这个tokenomics角度去看看 它是不是一个风险是未比比较好的一个all coins 然后去去布局 所以整体这个all coin的布局呢 我们就讲这里 然后这期视频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